请讲 有一个童修 他做梦梦到他好像是去了地府 去了地府 没了 他这一感觉是地府 而且好像像监狱一样 门对面有一个小门 门的对面有一个桌子 有两个人 都是穿着那种古代的盔甲的一个检察官一样 还有 站了一排人 很多人都在铁大栏的顺着一排往里站 每个人有一个小包裹 拿着小包裹好像在检查 过去一个打开一看 全是小房子 小房子有的人就看 左一张右一张的检查 说你的不合格 你的合格率仅是50% 就算1000张 你就有500张合格 检察官说你念的不好 却地府经文的 你知不知道靠边站的 下一个也不合格 跟刚才那人一样 一连五六个人面的小房子 都是打了对折 检察官说 电堂小房子 颜色会变得不好 就像马分子一样 一文不值 知道不知道 两位检察官 在两边站着 手里拿着兵器 一边说一边跺 下来 这个同学值多说 到了他了 他就说 我忘了多少张 大概有一千七八百张 检察官就往外拿小房子 拿出来就惊呆了 检察官说 你看人家的小房子 全是发光的 像金砖一样 每一张四周的边上 都是金光 就像我们人间 属百超大员一样 咔咔直响 检察官拿出三百多张 说这三百多张 不合格 你的合格率百分之七十 不用补太多 就用念礼佛和大背咒来补 直至到百年 他们又叫后悔的人 他的小房子和我前面的那人都一样 检察官问 你们是哪里的 后面的那人回答说 我是德将的 他说你是哪里的 他说他是小阳的 检察官说 知道不知道 念的好的小房子会发光 会消很多的业障 人也会干净 却发现光 你们两人念的灰土土的 人也灰土土的 你们三个人的衣服都一样 你们两个人跟人家一样吗 这是检察官告诉他 以后好好念 直至百年 不能像那三百章那样念了 再那样念 不但没有功德 还会下地狱 这时这个同学要走 检察官就说 说他的乳腺 有严重的吞声 他说是的 现在没有事了 你不用担心了 他心想 检察官怎么会知道 这是他说的对 前一段时间夺了这个病 医生告诉他 要当心观察 有变的可能 就加上这个月没有月经 两乳房发账 用药了 还念小房子 给乳房账的药精者 也就十天左右 月经就来了 留出很多污秽之物 马上就不疼了 感恩菩萨妈妈和师父 这时检察官 对站着墙两边的人 告诉他们怎么补念小房子 因为不能欠地府小房子 非但不能欠 还能念好 并告诉他们 念一千张 百分之五十 不合格 欠五百张 正常公课 每天念小房子 二十三张 除此 每天 念礼佛六遍 大背痛 往上痛 各两张 二百七十二遍 两天一张 直到补齐为止 我不知道 这个漫画 是不是真实的 师父 你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 是真实的 那个检察官 真实的 就是阎王 阎罗王 阎王老爷 就是要知道 念小房子 不好好念的人 在骗地 听得懂吗 骗地府 要出事的 好了